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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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物之一 市民常到这里来游泣 孩童们常把它作为写生的对象 外来的观光客 当然也把它列为重要的游览圣地 赤坎楼是明永历四年 西元1650年 荷兰人占领台湾时建造的 所以又称红毛城 荷兰人曾经在这里逐炮台 准备长期占据 但是民族英雄郑成功 由路尔门登陆 收复台湾 最先攻下的也就是这里 郑成功恢复台湾之后 并且在这里设成天府 五妃庙 是纪念明朝最后一位皇帝 明镜王 五位守洁不阿 作以身死的妃子 而建立的一座庙宇 建于清乾隆十一年 由当时的帝帮人士 邦邦基所筹建 安平古堡 荷兰人称它为热兰遮城 是荷兰人占领台湾之后 建立的军政中心 城堡坚固 城内设有巨炮 四周并有战舰保护 从这些史记油画中 我们不难看出 它当时对荷兰人的重要性了 郑成功攻下赤坎楼以后 荷兰人曾经在这里富与顽抗 当时的战争 虽然没有现代的船间炮利 但是战争的场面 也极为惨艳 经过九个月的战斗 荷兰人不知投降 与郑成功定了城下之盟 被荷兰人占领了三十八年的台湾 终于重回祖国的怀抱 同时 台湾也成了郑成功 反清复明的根据地 为了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 忠贞爱国 开辟台湾的功勋 后人就建造了这座 严平郡王祠 奉赐他 以工人追忆平调 一载金城 是同志十一年 清末大臣沈宝珍 为了加强台湾海防 而建立的炮台 如今海岸线已经后退 滩海也变成了良田 但是这些古迹 几乎都包含着一个大陆移民 开发台湾 可歌可泣的事迹 永远回荡在后人的心中 台南是民族英雄郑成功 开辅设置之地 但是在设置当年 仅有人口几万人 不过是一座小镇 而今天的台南 已经从当年小小的港口 发展成为一个大城市 面积一百七十六平方公里 人口五十三万 台南位于台湾西南端 最丰富的嘉南平原上 居民生活一向非常富裕 近年来更是快速的发展 市内道路宽广 工商也发达 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清晨是一天中最珍贵的时刻 市民们并不因为社会进步 工商也发达 而改变了传统优良的习惯 大家都珍惜着 这美好的时光 从事于各种 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南一向文风很盛 现在更有学生城之称 每天清晨 成千上万的学生 有的骑自行车 有的步行 有的坐火车 汽车 从临近的城镇 来台南上学 台南现在有大中小学 五十多所 从民国五十七年起 国民义务教育 由六年延长为九年 学生人数 已经到达十万人以上 占市民人口的五分之一 真是名符其实的学生城 国立成功大学 是台南最高学府 设备完善 师资优良 曾为国家造就了不少英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满足市民的求知欲 台南市政府除了学校之外 还在台南各地 设有成人专用图书馆 供市民闲暇 进修自习 类似这种特别为儿童 布置的游览室 别致而独特 是儿童们 空闲时候的好去处 这是台南永福国小 专为儿童准备的画室 该校儿童曾多次参加国际画展 荣获优胜奖牌 在世界画坛上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台南和台湾其他大城市 台北 高雄一样 也致力于工业发展 一般来说 台南仍然以轻工业为主 台南现有的工业 包括纺织针织液 塑胶制鞋 皮革加工等 它们是带动台南繁荣进步的原动力 不过近年来 台南为了配合国家经济的发展 已经在逐渐改变工业形态 从轻工业步入了精密工业 从劳力密集的工业 转变为技术密集的工业 其中又比纺织针织液最盛 大小纺织厂数十家 成衣加工厂更是高达一千家之多 产品物美价延 畅销东南亚以及欧洲美国 每年为国家赚取了六千多万美元的外汇 台南因而成为台湾南部的纺织中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计划 这一片广阔的海浦新生地 是台南新开发完成的安平工业区 占地270公顷 耗资新台币3亿6千万元 其中工业用地占160公顷 它将成为未来台南新兴工业的发祥地 在这一片新生地上 已经有近百家厂商乘购新建厂房 也有部分已经建厂完成 加入正式生产行列 全区环境优良 公共设施完善 道路、集水、便利、排水 都合乎现代化的标准 预计可以容纳2万人就业的机会 安平渔港不但地理位置优越 而且历史悠久 是台湾古老的渔港之一 由于过去没有能够有计划的开发 飘沙淤塞已尽于不堪使用 台南市政府现在已重新规划 在昆山湖外海另辟建一个新的港口 使它成为台湾最优良的渔港 工程已正在积极进行 预计在1978年 中华民国67年完成 届时600吨渔船可以畅通无阻 台南的居民很早就跟海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至今仍然有很多人以捕鱼为业 过着简单纯朴的渔民生活 他们热爱大海 海也带给他们希望 政府为了照顾渔民 除了以极低的利息贷款渔民 更新渔船改进养殖技术 并且新建了许多港口 渔民的收入因此大为增加 生活也比以前舒服多了 在台南共有大小渔船三百多艘 年渔获量一万六千公顿 收获是令人兴奋的 浅浅的渔温养殖着文明全省的湿木鱼 洁白的外表 味美肉鲜 营养价值极高 在台南这种淡水养殖业 占全省第一位 敬老尊贤 是中国人传统美国 也是社会福利项目之一 台南市也经常举办一些老年人 康乐活动 向市政府为这些阿公阿婆们 共同举行庆祝结婚五十周年纪念 结婚半个世纪 大家都已经儿孙满堂 如今胸带红花 重新再做新郎新娘 那种感觉 似乎使他们年轻了五十岁 市长张立堂 并代表全体市民赠送礼品 表示祝贺之臣 在台南 也设有专门收养孤苦无依 或者残障老人及孩童的人爱之家 不知使他们流离失所 这栋外观骨色骨香 传统式的中国建筑物 就是省立台南医院 它为市民的健康 提供了最佳的保障 这些患者正在接受 各种不同仪器的检查 诊断和治疗 优优独的社会 社会的演进 工商业的发展 人口不断的增加 市政府有关单位 为了解决中低收入市民住的问题 正有计划的大量新建新的国民住宅 已建造完成的住宅区 有人和国宅 安平渔民住宅 延城国宅等迁余户 预计在今后几年内 大量新建 已达到三民主义的最高理想 住者有其乌 这些新社区外观整齐 环境优雅 有完善的公共设施 主妇们不必再走远路 可以在社区的市场内 购买到各种菜肴 以及日用品 海南和世界其他城市一样 随着时代的进步 不停地在改变 但是许多传统的古老行业 至今仍然被保留着 其中以雕刻佛像 香的制造和刺绣最为土匹 一块毫无生命的木头 在雕刻家的手中 精雕细凿一阵之后 就会变成一座 徐学如生的佛像 极卷色线 在小姐们 巧夺天工的仙手之下 很快地织成一幅 美丽的发仙彩 一般来说 这些图案 都与它们传统习俗有关 用一块薄木片 画出或者写出 各种不停颜色的色画 在别的地方 似乎是已经看不到了 代版 当然是台南市民 重要的传统 到了那一天 各种古老的民间游戏 都一起出笼 市民们也暂时放下 平时繁忙的工作 欢聚一起 享受一下轻松 近年来 由于政府提倡节约 已经不容易见到 浪费无度的流水席 由于它已经不成为一种负担 而纯粹是市民交易的节目 但是节日的气氛 反而比以往更为热烈 台南市兼有山川之美 市区和近郊名声鼓跡很多 像珊瑚潭 秋茂园 昆山海水浴场 开元寺 法华寺 大天后宫等等 都是风景迷人 游览的圣地 近年来 政府和民间 极力发展观光市业 台南市府 特定一载京城 一百周年纪念 为台南观光年 举办一连串的活动 如今台南已经成为中外游客 乐于观光的东西 每逢星期假日 居住在台南的人们也享受着这美好的环境 投身于大座 台南运河上 每年农历初五端午节 举办的龙舟竞赛 都会吸引许多的观众 这是台南古老的民俗之一 也是台湾最早龙舟竞赛的地方 在府都台南 诗尤其是别具一般风味 五香十味的沙格里巴 民族夜市 每逢华登初上 您可以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名称 像布小月 淡子面 鹅尖等等 都是为美价廉的小吃 更有各式各样的海鲜 任君挑选 您曾经到过这儿 坐过或者吃过吗 在这儿不分彼此一片人呛 令人流连忘返 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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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是迷人的 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和琳琅满目的百货公司 您可以随心所欲选购您想要的物品 像这种盛大的服装展示会随处可见 它也曾吸引无数的观光客 您还想知道些台南的什么 那么我告诉您 台南最让人怀念的是那醇厚的民情 醇浦的风气 虽然时代在进步 生活在改变 您会变得更丰裕更享受 但是您会觉得您总是缺少了些什么 而这正是台南所能给您的唇词 和他在进步中 仍然能保存不移的中国传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